请不自以尽力不哭出来 欧文赛后在更衣室动情演讲感谢全队 积德将他搂入怀中 主场险胜雷霆队 独行侠队最终以大比分4比2晋级西决 全队赛后非常开心 他们尽情庆祝这一阶段性的胜利 独行侠队关推晒出全队在更衣室开心庆祝的镜头 球队氛围非常出色 卢卡东气其全程面带笑容 依次与队友击掌获拥抱之意 他在坐回板凳时 食指紧扣并低头 看得出这一路的拼搏真心不容易 在全队欢呼声中 抱着儿子的凯里欧文情不自已 他笑着表示不要让他哭出来 并即兴发表了一段演讲 欧文还鼓励球队继续保持积极 毕竟任务还没完成 但他们现在真的可以庆祝竞技西决 在欧文演讲结束后 全队给他送上欢呼和掌声 而主帅贾森基德将欧文亲密拢入怀中 很显然 欧文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已成为一名优秀的球队精神领袖 我们很期待独行侠队在欧文的影响下最终能走多远